好,各位先上投资朋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四的晚上 大概8点50分 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一个主题 先跟大家报告 老师说这个菜帽跟张云移除 那这个有网友非常好笑 可能说老师口齿不清 他竟然把菜帽张云说成菜包跟张云 听了,想说你是肚子饿了吗 这位投资朋友 好不好 来,与智者同行 好不好 有林真好 有没有,有林真好 有没有智林真好 有没有 吴白老师是什么 吴俊玲是不是零 没错吧 吴白老师都会报标股 智玲老师也会报标股 好不好 所以一定要锁定老师今天节目 来,航运转折点7月15号 有没有验证 有航运投资朋友 有没有开心 你如果在周二就看我节目的话 你不会杀地板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节目很精彩 一定要锁定 请收看老师今天的节目 谢谢 好,大家晚安啊 那我们有些重复东西快速的讲过去 来,智玲老师在这个投信投库公会 已经有帮老师澄清了 有人冒用老师的LINE 所以请投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 老师的LINE只有这个 小老鼠的全TEC 这是官方的LINE 不是私人的LINE 这个私人的LINE的假账号 特别注意一下 跟老师的账号是有差的 老师是有这个小老鼠 他是没有小老鼠的 然后冒用老师的头像 用冒用老师的公司名称跟节目 然后在LINE上面跟你推什么港股美股 保证获利 那这个都跟老师没有关系 你特别要注意 不要受骗上当了 来,老师坐正一点 来 好不好 要换楼啊 要出发啊 来 来,投资朋友 来,我们要跟你报告这个主题 登机之后要干嘛 放置行李嘛 好不好 准备要起飞了 飞往哪里 福岗哦 A8号登机门哦 想不想听 想不想听机场广播 想不想 想的话赶快留言打响 好不好 来 试货 试人就是福 好不好 钢铁下跌 你这一周我们懂得试货 来 看人要看清楚 好不好 如果这个都能够做到 就是福气了 好不好 志玲老师 绝对的盘感 绝对的盘感 今天很多人都跟你讲盘感嘛 来 谁真的有盘感 你慢慢把它看完 还有加倍服务 今天的直播限定很重要哦 如果你真的明天想上车的 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来 那我们来跟大家讲解之前 先上警语 好 那开始 老师昨天的节目 你都可以去看 点阅蛮高的 我希望大家帮我踊跃 按赞分享昨天的影片 让老师那集影片 可以破万人 好不好 那很多东西重复 我不讲太多 原则上 你要选分析师 这三点 你想清楚 逻辑要正确 操作要到位 诚信正直很重要 好不好 你想清楚 老师昨天的东西 你都可以慢慢去看 不要当韭菜 好不好 老师昨天都讲了 合格分析师做最坏的示范 在这里发赞跟你讲 投资朋友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追藏龙 在这个地方去追杨明 今天涨停板 你真的有赚钱吗 你可能没有赚很多 好不好 你只是小赚而已 所以投资朋友 今天一定会很多人跟你画圈圈 告诉你 他今天进场航运股的 那还是这句话 进场跟出场的抠讯拿出 还有这句话才是真实的 投资朋友 真的赚涨停吗 想想看 航运股解套了没有 航运股解套了没有 我没有打压航运股 如果说你是老师的粉丝 老师航运股上礼拜 7月初怎么提醒的 昨天影片都讲得很清楚 投资朋友 航运为什么大涨 你记不记得老师 在这个星期二的节目 跟你讲什么 众人又不要传产股了 众人又不要传产股 又开始要去追电子股 有没有 所以 昨天是不是众人停损 老师的节目标题跟你讲 大家停损卖出 我会员买进 所以现在开户人数创高 融资创高 很多散户进来 一般投资朋友的操作习性是什么 就是追高杀低 所以投资朋友 当众人不要传产股了 来你看 你杀低了 马上追电子股 那你看到航运股 传产股涨上来了 钢铁股涨上来了 你追这些电子股 车用电子股 不是又开始跌了吗 所以真的是操作节奏的问题 所以真的要想清楚 来 投资朋友 可以买电子股的时候 7月1号 老师跟你讲 你放弃电子股了吗 你可以去看当时的 背办 纳斯达克创高 有没有 7月1号跟你讲 航运 我跟你讲 以过去的这个 乖离率的惯性 它会开始整理 有没有 7月1号跟你讲 7月2号开始震荡 然后疫情 让这个塞港是特殊的行情 所以航运股我没有跟你讲看坏 因为变种病毒太强了 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 你要分断吃嘛 所以在这里 我跟你讲 会开始震荡 来 投资朋友 7月3号 很多的新的投资朋友 不知道老师的梗 什么飞的梗 来 7月3号 我跟你讲 刚站在风口上 老师带你飞 对不对 老师是不是要带你飞 有没有 把握大行情 来 再来看一下 7月6号直播节目 有没有 我是跟大家讲 叫你来领机票 当时船票 车票来领机票 我跟你讲 船票 你可以考虑 因为车票 我们在26号 6月26号跟大家讲 你车票 车用电子转过之后 是不是来领机票 因为老师说要带你飞嘛 对不对 那我真的觉得观众非常有福 因为这钢铁并没有直接喷出去 好不好 来 你看 被动跟钢铁 500老师 是不是都会报标股 被动元件 2018年 最近我放这个钢铁男子给你听 对不对 投资朋友 所以这是老师的梗 很多新投资朋友不了解 来 7月6号 周二 我跟你讲 航运在这里爆量 跟6月16号的量是一样 我跟你讲 会开始资金会挪动 那你可以特别看一下 钢铁震荡之后 一样6月16号之后往上走 所以我当时跟你讲 如果你要做波段的话 航运股 我建议先不要 你要当冲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呢 如果你要放一段时间 我是建议投资朋友做钢铁 来 7月8号告诉你 海巷不加码 筹码开始出现问题了 有没有这上周的节目啊 如果你看老师的节目 我相信你航运股不会套在高点 你至少会减码吧 所以分享筹码的问题 我建议你可以改搭飞机嘛 对不对 投资朋友 礼拜六的周报 7月10号你可以去看 我告诉你这个高手融资 有没有 大户子就跑掉了 因为拜登当天说要打航运股嘛 这是老师跟你讲航运的过程 所以投资朋友 如果你看我节目 至少我认为你不会追高套牢在这个高档的一个航运股 周六跟你提醒 资金的部分开始有点磨动了 所以船参股会震荡 所以一样 如果你听老师的话 你真的把船票换成机票 投资票你周四 上周四看老师节目 你把船票换机票 这就是操作 有没有在这里隔天 长龙是开高的 如果你开盘去买 我已经公开了大国钢 结果是不是不一样 我昨天跟你讲嘛 大国钢的收盘是不是高于上周四 周五的开盘价 没错吧 这就是操作啊 你看 航运股是这样跌的 那我的会员有没有钱去买股票 我上周五是不是请会员朋友买在这个地方 这是证据 而且你可以看一下老师的扣讯 非常的清楚 什么讯号要买 我建议会员朋友要分笔讯买 我们先买第一笔 以及买两笔的会员 先不要动作 然后穿嫁的证据 有空管才有钱去买 不是上周五就开始带你买航运 礼拜五买 礼拜一买 礼拜二买 礼拜三买 你哪有钱啊 我的朋友 所以我在周二跟你讲 航运的转折点 7月15号就是今天啊 那航运股今天是不是全面的反攻 航运股涨了 钢铁股也涨了 对不对 因为市场上都把航运钢铁 都把它变成是同样的传产族群 所以投资朋友 这个逻辑我当天跟你讲 断头价 这个地方来 我也不排除带会员买航运 但是我也跟你讲 我会带会员进场去买钢铁股 有没有 所以我14号是不是买钢铁股 我15号今天做了什么动作 待会也来跟你分享一下 所以当时怎么讲这个航运的 这个阳铁的 这个 呃 圈存的事情 你可以看昨天节目 我都有放重播了 你都可以去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志琳老师 有没有绝对的盘感 有吧 投资朋友 7月15号 长龙 阳铁 是不是涨上来了 我周二告诉你 或许你不要去杀低他 你如果忍住的话 那现在又拉上来了 但是投资朋友 你真的有赚钱吗 因为你看长龙 他连周二的缺口都还没有补 来 阳铭拉上来了 179块钱 连这个圈存的这个价格182 也都还没有到 所以谁才是真正预告在前面 从前面这个一个一个系列的逻辑来看的话 你看老师的节目跟你看报纸去买股票是完全不一样 没错吧 所以投资朋友 昨天我是有跟你讲 我会员有去买钢铁股 10点40分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所以我的会员为什么可以去买钢铁股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有控管 我们一开始的扣讯就在交代很清楚 请会员去控管如何去买股票 所以投资朋友 这个是真正能实战的 来大国钢 有没有 上周五买来叠下来套牢 我还是有跟你讲 但是我们有资金我们可以加码 我还在前一天就跟你预告 这个断头价 靠近的话 我昨天不是已经算给大家听了吗 大概156附近 那昨天阳明的靠近跌停板 是不是159很靠近 所以有些迹象的时候 就在这里有些迹象的时候 我们就请会员朋友 直接去加码钢铁股 所有全体会员都有收到 所以这就是操作了 那昨天的收盘 会员买大国钢的几乎新会员 因为我们就会员是买在33块钱的地方 来新会员没有布局的 基本上我昨天跟你讲都是赚钱的 对不对 来投资朋友 你要不要看一下今天 如果你听老师的隔天7月9号 你真的把船票换成钢铁股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没有错吧 你看在这里去买 如果你开盘在这个地方就换了 然后我会员昨天的一个低档 这个地方有买 然后今天大国钢涨了3.73% 虽然没有很多 但是为什么 因为昨天他就先涨了 昨天他是最强的 而且是翻红的 投资朋友 所以跟对老师很重要 能够赚更多 你现在这个 长龙 阳明 万海 这些涨停板 开心的要命 你是真的赚钱吗 是一路套下来好不好 投资朋友 所以你逻辑要清楚 好不好 来 是货就是福 昨天的这个 我请全体会员加码手中的钢铁股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时间点 哪一夜辉 昨天在这里去买 会员的投资名单都知道 哪边是支撑 是不是打到支撑点 然后又出现迹象的时候 老师带你买 所以下跌的时候 投资朋友 你逻辑要对 我昨天都讲很多了 所以你要试货就是福 你不敢买 自己老师带你买 因为你拿了机票了 你都上飞机机长 怎么说 这个动作跟指令 你一定会做 对不对 投资朋友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参加分析 你看节目 你不见得敢买 真的 投资朋友 你想清楚 好不好 来 那今天跟你分享 我们带会员的操作 好不好 11点拉涨停的逻辑是什么 长龙11点拉涨停 扬明11点拉涨停 老师有没有盘感 我跟你预告今天是转折点 对不对 那盘事我不是跟大家讲 震荡会再过高 今天是不是过高了 万八也站上去了 对不对 那老师讲盘事 讲个股 讲族群 哪一个不是真的 预告在前面的 转折点还可以跟你抓了这么 几乎是非常精准的 没错吧 所以投资朋友 重点是控管资金 11点拉涨停的逻辑是什么 来你看一下我给会员的抠讯 我赖主页上面就已经有贴了 投资朋友 货货贵三雄能够拉涨停板 市场的资金买盘就会找标的 因为没股票买了 你有没有看到早上的一个货贵三雄 航运股的资金比动高达44% 又回来了 所以今天电子股很多都开高走低 所以这行情真的好做吗 市场上升的认同了还在传产股了 所以航运股的一个产业的逻辑 我跟大家讲 我昨天跟大家讲 散装我可能会考虑吗 对不对 但是货贵三雄 我可能暂时没有那么考虑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操盘的实力 11点半货贵三雄拉涨停板 我跟会员讲资金买盘会找标的 钢铁股最有机会 所以会员已经买了树笔跟加码 来新会员 你相信老师的 我今天有没有带你上车 会员想布局的 各组会员手中钢铁股 几乎都各两档 我今天会员配 可以直接去买 我这边有11点这个地方 叶辉开始拉 收最高 我们昨天低档就买了 今天又再去买 新会员又买 这才是真正赚钱 不是你套在那个航运类股 现在涨停板反弹高兴的要命 这是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操盘的实力 会员是不是很幸福 所以投资朋友 老师都跟大家讲 很多人看老师娃娃脸 会以貌取人嘛 对不对 那我其实都有跟大家讲过 半礼拜 老师喝个水 来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的影片好不好 应该是7月8号吧 来 觉得老师年轻 对不对 你看我当时讲什么 来 老师有没有这个实力 你自己听 我放大一点 我喝个水 因为礼拜四老师真的比较累一点 我今天会少讲一点 那大家都问这个老师的这个 觉得老师年轻吗 有看过我自在币的 我之前有分享过 当然这是我隐私 老师刚进股市 大家看我 看我这么年轻 也谢谢大家 我保养的很好 好不好 老师的小孩子都大了 这是几年前拍的 我小孩都已经要念大学了 好不好 那老师 老师当初在股票市场上面 如何跌倒的那如何赚钱 如何就是如何跌倒的 然后负债 然后到赚钱 把房子产赔卖掉之后 又把房子买回来 所以你去想想看 老师有没有这个实力的 好不好 我们是实际在家里操盘过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 实际进出的经验 那为什么有能力去自己去写自己的操作 我的逻辑 想法 而且我不卖软体的 好不好 我们用老师用我的工具依序再带会员 这个方向逻辑我刚都有分析的 好不好 结构还算不错了 不会一次转空 大牛要转方向都要时间 所以投资朋友震荡 不用那么担心 真的有拜向出来的时候 你锁定老师节目 会员盘中第一时间就会收到讯息 好来投资朋友回到现场 你觉得如何 老师这个 城市系统自己写的 有没有 这都没有骗人的 那天我都放 都给大家看过 老师看了厚厚的一本书 对不对 来 那现在国际盘在正立 在震荡 一样 时空背景又回到上周四 一模一样 然后礼拜五你要做选择 你要不要买股票 老师朋友 想清楚 好不好 盘式逻辑 你想清楚 震荡会在涨 震荡是不是机会 你要想清楚 好不好 来我们继续 所以这是不是超盘实力 会员有没有很幸福 有没有 我们钢铁连买两天 对不对 以产业的逻辑 我觉得买钢铁会比买货运 货柜来讲的还要好 来 老师昨天是不是预告闪庄 没错吧 你敢买会不会赚钱 会不会涨停板 那问题是你买了 现在涨上去要不要卖 来投资朋友涨上去要不要卖 货柜 涨上去了 来这里涨上去 是反弹还是回升 你有的要不要来找老师 你想清楚 好不好 接下来是行情蛮特殊的 蛮重要的 好不好 所以投资朋友 你有航运的 你有钢铁的 你就来找老师 那后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很多 我们更新一些看法 好不好 因为昨天讲的东西 老师讲中钢盘价开出来 就行情会确定的 是不是 没有错所以今天钢铁大涨 所以投资朋友一定要订阅老师频道 好不好 来帮我订阅跟按赞 开启小铃铛 有LINE的推特的 踊跃帮我按赞分享 好不好 非常谢谢各位了 那因为大家的一个 分享 老师的一个直播人数呢 都直线的上升 昨天也来到700人了嘛 好 那看看今天能不能破千人 好不好 请大家踊跃帮我分享 好不好 拜托各位 谢谢大家支持 好不好 来 那我们继续讲 播放清单 观察头顾分析是要注意哪些事情 那如何订阅 开启小铃铛 按全部接收 来老师的节目 有没有跟大家讲操作节奏 你可以去想清楚 6月26号 要既然知测 当时跟大家讲 你要知周还是知车 一般投资朋友永远都是买卖时机的问题 你看老师的节目 我可以跟你预告产业 好 那投资朋友 你都习惯是 涨上去看到相信才要追高 然后跌下去害怕停损 那有没有老师差别很多 你待会可以看一下我跟会员的对话 好不好 来 6月26号 跟你预告车用电子 ADS 没错吧 不是在昨天跟前天才要去追吧 差别很大好不好 当时讲的顺德强貌借铃全新 你有机会去买 都有震荡都可以去买 当市场放弃电子股的时候 刚开始车用电子开始涨 来 那你都是拉高看到新闻才要追 你都追在高点 但是在这里跟你讲的时候 你有机会买你不买 投资朋友 一般投资朋友大众都是这样子 那我是不是跟你预告的转折点很精准 为什么我在6月26号跟你讲股票 因为24号很多数据就翻多了吗 没错吧 来 加震AI 借铃我们会员有买 我就会跟你 拿出抗讯 我们是不是推加震AI的活动 所以你参加了AI 你没有赚到借铃 7月4号买的 7月2号买的 周五买的 然后礼拜一涨 收盘拉涨0百 虽然我们没有卖最高 但投资朋友AI操作就是做价差的 三档股票做短线价差的 但是我们9月之后这模式会改变 好不好 投资朋友你可以想想看 AI你最近加震AI的有没有赚钱 不错吧 股票都不错吧 来 AI的会员7月15号 今天 今天你参加老师会员的 钢铁股我也带你买了 AI的价差我也带你做了 3691的朔和 189.5 建议会员没有买进来 穿价证据 来你要不要看一下朔和 买进之后来 今天涨5% 那这股票投资朋友你是老师的忠实粉丝 你知道的 有没有 我预告啊 6月24号 我讲鸿海跟讲朔和啊 鸿海入股朔和啊 我有预告惯性改变啊 这是可以买的股票啊 投资名单的股票啊 所以我就会带会员买啊 有讯号我带会员买来 突破短期区间 那明天有没有机会动 所以投资朋友老师是真的能够实战的 不是用嘴巴讲的 而且我都还能拿出抠讯的 老师都能够提前预告的 那你觉得老师的操作实力如何 你自己想清楚 而且我们是控制持股档数 我没有办法每档卖最高买最低 因为我们会 有时候要做点换股嘛 投资是有买有卖啊 有些股票 卖了 整理一下又涨出去了 会员已经有买别的股票了 所以操作就是这样 你会有特定的选择嘛 不可能所有股票都包了 很多同意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我昨天都讲很清楚 开一个专案就收 会员然后买了五档股票 然后就再收新的 再买五档 然后最后买了一缸子 然后所有涨的股票每天都跟你讲 这个股票涨了 这个股票涨了 不都是这样吗 但我们就是真的实际的操作 好不好 来 鸿海 老师跟你讲鸿海 我不是跟你讲 我会员就布局了 5月底就跟大家讲 6月1号就公开了 我会员买在110 附近的一个 鸿海 然后老师的自在币的节目 都有跟你讲鸿海 长线止跌MIH 没有错吧 投资朋友今天已经119元 你看节目的 你都有机会买在110块附近 一张也让你赚9500 10张就9万5 你资金大的1000万的 2000万的 这是鸿海可以买很多的 你买个10张 所以会费是问题吗 根本不是会费的问题 投资朋友 观众看节目都能够赚钱 而且老师能够跟你分析大型股 你看同一页有几个分析师可以跟你分析大型股 很多都跟你叫一些小股票 都是朋友 鸿海 来 跟国聚联手 国聚 老师6月15号 我们跟你解读 有吧 跟你解读国聚这个新闻 我跟你讲 被动元件要买就买国聚 6月15号 有没有 我用系统告诉你他转强了 我们先观察还不急 来 17号 他过5月10号高点 我跟你讲 他有进入我们操作的逻辑了 所以我们打算要去买他 我告诉你不要急 你想做的来找老师 有吧 投资朋友 6月底跟你讲 我会员有基本单的 测用电子要有基本持股 所以投资朋友 我拿出证据 所以我是不是先解读 然后告诉你符合条件我要买 然后最后拿出证据告诉你我有买 540块以下 这穿加证据 然后后来股票涨上来 涨上来 连续涨 然后我告诉你 你要找老师 你要找看得懂波段的 有上过我上个月 惯性123课程的会员 都知道什么叫做波段 如果你看到懂波段你知道他是多方趋势的股票 整理拉回 你就知道要找买点 不是整理拉回破个5日线10日线 你就要停损股票 老师朋友这是不会赚钱的 你要看得懂波段才能大赚 好不好 那产业逻辑我都 帮你分析过了 今年的重点 半导体5G电动车 国具不是电动车的吗 鸿海不是电动车的吗 硕河入股他不是车用电池的吗 借铃不是车用车用的一个 导线价的吗 我跟你讲的股票都是这些 那钢铁是因为基建的关系 从5月底开始 我跟你讲 我们要做钢铁 没错吧 这一定有个长线的逻辑 老师朋友 这个股东会的内容我都讲过了 跟鸿海的合作 国具的一个营收会爆发 有没有 我跟你讲 你要跟上我下一个动作 今天小长 今天小长 他过去惯性如何 你想 做国具有国具的来找老师 好不好 你不要自己看节目上去 一根冲长红你又去追了 然后又刚好又震荡整理 像昨天台表科就是了 对不对 你看好像很有机会 你今天追 他不是震荡吗 所以投资朋友不要看节目做股票 老师都这样跟你讲 这当冲格日冲这么多你要去做股票 做这种事情 所以投资朋友一定要订阅老师频道 来手机怎么订阅 聊天室打叉叉 然后点选订阅开小铃铛 帮老师影片按赞跟分享 好不好 那点聊天室就可以回来 聊天了 好不好 所以手机请照这个模式去订阅了 订阅老师频道什么好处 老师会透过大数据跟你讲 行情 数据有利还是不利 你可以看到在4月底我告诉你指数在涨 系统的多方股票的数量在呈现背离 然后呢 5月份的这个下跌 所以保守的时候 该保守跟你讲保守 你就到时候就不要说买太多股票 资金比重用少一点 不要融资 老师节目可不可以帮助你 一定有这个帮助的来好了时机积极操作 增加细效 2月份 数据黄金交叉 我告诉你可以开始做多 有没有 然后呢 2月涨到4月份 所以是不是有行情 当时预告什么股票 紧缩 现在也涨倍了 不是吗 来 那不能做了 我也跟你讲 不要买上次全职股 所以你就不会去买台积电 买在这个地方 650块上的台积电 3月份告诉你 有没有 这散户人数跟融资大增 所以老师节目就是可以跟你讲一个投资时机 是不是好时机 是 交易的选择 不要买上次全职股 当时告诉你 贵买嘛 这个都是 中时粉丝都可以帮老师见证的 老师从来 讲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来 5月18号跟你公开操作台积电 我带会员买在这里 5月13号 所以投资朋友 很多老师是带你买在高档的地方 融资开始增加的地方 我们等到融资停损了 我当天也讲 航运也是一样的逻辑 等融资停损 昨天的融资停损了 那今天不就强谈吗 所以 我们怎么带会员布局的 你都可以去看 Koshun 5月13号买台积电 全体会员都有收到 550块这附近买的 投资朋友 交易的选择 投资时机 对不对 告诉你不要买全职股啊 我们会买这里啊 所以一样一档股票 操作方式不一样 逻辑不一样 时机不一样 结果就不一样 7月8号给你追踪 有没有 我告诉你目标价 外资是喊千元 但我认为八九百块有机会 半导体的 销售金额在持续性的成长 所以投资朋友这是长线逻辑 所以你看到上周四行行在跌 上周四我讲台积电的时候 我跟你讲这个逻辑是向上 所以震荡你要找买点 不是看到国际盘现在整理的时候 你要害怕了 隔天 营收创新高你验证了 对不对 然后我告诉你IC载板会好 上面的IC设计当然会好 营收不错嘛 来昨天跟你点名的像这个联发科 不是也涨上来了吗 还原全息 站回季线啊 我们跟他讲的时候在这里啊 你买好股票不会让你赔钱吗 我是朋友所以能够公开分析龙头股的不多了 这样的分析师真的不多 所以投资朋友台积电 买卖时机的问题 你老师带你买这里套很久 往下你可能受不了停损了 但是我们带会员进场了 所以投资朋友想清楚 买卖时机的问题 看老师节目我也提醒你面板 5月8号报价见高峰 所以我讲了一个多月 不要买面板 这都重复的东西 加赖的好处 信用筹码预理名单 所以你至少你也不会去买 群创友达 因为筹码没有问题嘛 所以不要看报纸去做股票 好不好投资朋友我都跟你讲了 你选分析师就是要帮你抓到重点产业 重点的股票 但你的操作是要逻辑的 要有一个依据的 如果没有依据看报纸到处 就想要买股票买了一缸子嘛 那我跟你讲的股票跟 操作都是重点 就是半导体电动车5G钢铁啊 我没有跟你换来换去啊 所以投资朋友一定要加入LINE 好不好 信用筹码预理名单 主页也会有独家间谍分析 请各位之家人拜托帮忙一下 这个主页贴文的按赞真的太少了啦 老师写的那么多洋洋傻傻的字 你们几乎都不太按赞的 好不好 主页右上角那个小笔笔记本 红色一个点点那个地方点进去 主页贴文站 按个赞不用花你钱 好不好 投资朋友帮我按赞一下 LINE LINE的ID想到随旋TEC 扫描标签 那有个股问题在LINE上面 你都可以把你的个股跟电话留下来 我们会有透过专人协助你 LINE上面是不可以直接回答个股的 这是金管会规定的 好不好 那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来店询问 不管是入会还是个股 好不好 来不要看报纸做股票 我最近都讲很清楚 所以投资朋友 股市很显恶 报纸的解读 你要特别注意 很多投资朋友的习惯就是看报纸去追股票 周报我跟你讲美股大涨 美国钢铁大涨 周一很有机会动 那如果你不懂操作 你礼拜一追进去 那你可能在昨天受不了会停损 所以我跟大家讲不要看节目 不要看新闻去做股票 因为我们带会员操作 盘中是有工具依序的 来看报纸看节目都容易追高 有没有 所以我跟大家讲你不要省这个钱 你跟上专业的操作 为什么因为行情会变动 行情会变动 纽约的央行不是已经开始缩减购债了吗 可能会提前升息了吗 这后面有些变数在的 这边不是我跟你讲钢铁好 然后你就 相信然后这样一直报 重点是你要你要怎么操作 要不要加减码操作 买的重点要对 进场时机也要对 如何控管 这整个大方向行情的逻辑 你要知道 这些公司我敢跟你讲 因为他是大股本 100多页的股本 我可以跟你讲 趋势我看好不变 但你节奏踩错的话 或者是你用融资的话 投资票一档会赚钱的股票 会被你这样追高 杀低反而赔钱 很可惜 很可惜 行情会变动 要会调整 好不好 你真的想清楚 为什么礼拜一 我们不会去追股票 来 盘中工具告诉我们 卖压高 会员都知道 强金融跟电子 所以钢铁跟航运会震荡 不算是真正的攻击 所以投资票 盘式讯息一早你会知道 你会知道今天大概该怎么做 我会员都可以见证 我早上大概9点半之前 就会发个盘式讯息 快的话9点10分 就会跟会员讲 那你知道今天的动作该怎么做 你每天少犯错 长期差多少 你一天差1%就好了 一个月就20%了 一个月的20%了 那你认为 会费是问题吗 根本不是会费的问题 是工具跟依据逻辑的问题 因为我们盘中还有工具 帮你导航方向 来什么是盘中工具 来你看一下 老师盘中会看啊 今天卖压高不高吗 股票走的强弱如何吗 多空股票数量 你看今天的 多空股票数量 多头股票数量 一路往上攀升啊 所以今天不会去 要去放空啊 过万八很多人就跟你讲要放空了 然后国际盘跌 你可能也觉得好像又 空应该是对的 同志朋友 你就是陷入这种短线迷思 你基本方向逻辑就错了 你要先抓个大方向 我告诉你是盘间向上 盘间就是会过高 过高会震荡 震荡会再过高 会再震荡 再过高 这就是盘间 我都讲快一个月了 同志朋友 那老师跟你分析 盘式行情 你不觉得很精准吗 精准到吓到 吓到你了 有没有 很精准 我还可以跟你讲 扬名的转折点 航运转折点是7月15号 有没有 不是在LINE上面跟你讲的 今天是最低点 今天是最低点 老师朋友 你自己想想看 来礼拜二 7月13号 一样卖压偏高 所以一跟二我们不会带会员去乱追 股票啦 钢铁股也是一样 老师朋友 我们一直等到 融资停损啦 股票下跌我都还有跟你讲 7月13号啊 都跌很惨啊 大国钢跌6% 大成钢跌5%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都大型股 有没有 165亿 股本的大成钢 103亿的大国钢 钢铁股大盘跌 我还跟你讲 量是跌的 量是真的还是说的 没错吧 我还跟你提醒什么 叶辉 下周一这个处置就要结束了 有没有 我不是跟你讲 要处置结束 你看过去的航运 过去太阳能怎么标的 那这周的震荡 不是买点吗 都是没有 所以为什么需要老师带 这里跌三天 你就犹豫摇摆了啦 对不对 那为什么在这里我跟你讲 你不买 在昨天我还跟你讲 这里就是这里 有没有 你看老师节目的 至少我觉得这几天你 你会忍住不会去乱砍股票啦 那钢铁股今天上来 你能赚钱 所以看对节目很重要 那你赖 你看我 你教我赖 我会盘中乱发 发讯息叫你去乱追股票吗 完全不会 静悄悄 有没有 有没有觉得耳根只能亲近 对不对 同事朋友 谁是真的是真心为你着想 我知道现在很多当中隔日冲 我干嘛盘中发赖去 老乱筹码 去影响我会员权益 同事朋友 你要想清楚 你的老师是真的要 对会员好 还是为了他自己好 为了要他自己预告 然后真的大涨了跟你讲最低点 你想清楚 好不好 同事朋友 现在很多新手小白用融资 所以我跟你讲 这行情就是剧烈波动 你就是要等到这些追高的时候 你卖给他 他们杀低的时候 你进场去买股票 你的逻辑要对 老师跟你讲 今年操作就是这样子 这想起来很残酷 但是这是事实 好不好 同事朋友不要单打独斗 你让我的会员跟你说出 你的心声 慌张 犹豫害怕 你要怎么赚钱 我这朋友 我加入了会员 看老师直播加入会员 他 他怎么去 去看老师的讯息呢 你要不要想清楚 来 参加分析师 我的 我的那个课程的影片 教育训练片 我就用这个图片 跟我所有会员讲 如果你参加一个分析师 你还对他产生任何的怀疑的话 那这个合作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为什么 因为大众的人都是这样子 买了股票 看他绿绿的半信半疑当中买 有没有 那要有信念跟坚定的信念吗 老师的右边不是告诉你要钢铁班的意志跟信念 对不对 所以 你既然花钱 参加老师 那你看老师节目这么久 你觉得我这个人为人如何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信赖老师的话 那 我也不会乱做 你看我抠讯就讲的这么清楚 那你要怎么控管 你要 他自己要能够做到 不要抠讯一来很急急忙忙就买满了 很多人都这样 然后跌下来就 担心犹豫 然后想要慌慌张张想要停损 对不对 所以 相信老师 有没有 你自己看一下这盘中的波动 我会员自己讲的 如果没有老师的带领 的确一般散户很难做到 没错吧 你看我节目你买钢铁骨前几天震荡 你怎么想的 你怎么想的 所以投资朋友 慌张 犹豫害怕 你要怎么赚钱 来 老师是出了名的温暖男子吗 对不对 你看我这位会员讲什么 今天买钢铁震荡大 看到老师call的讯息 心就定下来了 不会乱买 不会乱买 不会乱追 他老师提醒的call讯就知道老师是很贴心的人 很高兴加入会员 老师朋友 你自己想清楚你要跟什么分析师 这都是你的心声 如果你在看分析师你参加他 你还半信半疑的 你现在看我节目还对我所怀疑的 那你没关系你就继续看 看到你信任为止 你觉得心安的 你要加入再加入 但人家相信我的现在都已经在赚钱了 老师朋友 那你看节目你钢铁追高杀低很可惜 我都跟你讲为什么要跟你讲钢铁你待会后段慢慢听 来 跌的时候你会怕 周二 周二晚上直播 我跟你讲 但我会员盘中就知道了 没错吧 你看到你可能就去杀股票了 但我会员知道啊 我说铁矿石的报价在涨 周三在大跌的时候 铁矿石的报价一样在涨 所以我说你逻辑要对 来今天 铁矿石的报价一样在涨 涨了1.61% 连涨三天 投资朋友 所以 你的老师操作逻辑要对 你不是只看线形啊 你看个技术面破五日线十日线 你就会想要停损了 我知道 因为网路上所有教你技术分析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大家都越做越短嘛 所以投资朋友 钢铁股我什么都跟大家讲的 5月底嘛 重复东西我快快带过 好不好 来当时告诉你基建嘛 外交订单 金属年征第一名 这是4月份 来 6月中 告诉你 通过之前要做好钢铁布局 然后6月中跟你讲什么 碳中和的趋势 然后欧盟现在要开始克碳税了 那碳中和是不是这个趋势 碳中和会让钢的供给变少 同志朋友这都是大逻辑 5月外交订单 年征率 金属类第一名95% 我持续一路跟你追踪到现在 来 中美基建我就不讲了 中国跟俄国 要针对出口的税 要做加税 所以让美国的钢铁不断的大涨 那我是跟你讲 台美要谈TIFA 232的国安关税正在谈 有可能让利给台湾 同志朋友 你想清楚 这都老是跟你讲 因为台湾钢价是美钢的一半 在这里就已经写到了 跟美国钢驴的232关税列入谈判项目 这正在谈 我给你预告未来 同志朋友 你知道这些大逻辑是状况之下 你看到股票跌 你不是应该开心吗 你现在看到国际盘在跌 你不是应该开心 你应该希望他跌多一点吧 如果你还没有上车的 对不对 还是你要他明天就直接开高上去 所以你要先抓定大方向好不好 而且我6月初开始待会买夜回 23.65 这穿掉证据 6月22号跟你讲 没错吧 为什么坚定不卖 前面那些逻辑 跟你讲那么多了 这是我们不卖的原因 这里不卖才有办法享受到后面连续的涨停板 23号跟你讲 要加码 28号开始拉涨停 周二拉涨停第2根 周三拉涨停第3根 周四拉涨停第4根 好不好 这样才能就赚到大钱 这样上去我还跟你讲 我要赚倍数 有投资朋友说 为什么股票不出一下 还是怎么样 投资朋友主身段的股票 我就跟你讲 股票操作逻辑是不同的 如果你设定他是主身段的话 你随便把股票卖掉 会买不回来 你知道吗 隔天一个跳空涨停板 会员要上班 投资朋友 这股票设定 如果我做短线 我有做短线价差的 我给你看 看证据 好不好 投资朋友 叶辉 我说支撑33块钱 没错吧 打回来我就是要买 我给你预告我要买 是不是买点 7月7号告诉你处置的问题 叶辉处置的逻辑 来7月7号 是不是达到33块钱附近 我请会员买 这个是请会员加码 7月7号 穿价证据 10点半发的 12点50分穿价 隔天涨了6.5% 投资朋友 那我都跟你讲 这就是实际操作 预告到买进 大神钢的买卖 大神钢的买卖 穿价证据 这都是重复东西 我快速带过 25号跟大家讲 大神钢大国钢 这是大神钢的买进 大神钢的买进 一样在28号月底连续的拉 大涨 来大国钢普通会员买的 这个都穿价证据了 33块多我们就买的拉 所以有些会员参加之后就说 很可惜 为什么不早点参加 30几33块就赶快买大国钢了 那你现在上来 你要买在38 39 可是朋友就是差别吗 那我现在跟你讲主身段 我跟你预告东西 我跟你预告红海瓶盖 你现在也验证了 我跟你预告 钢铁有主身段啊 前面跟你讲这么多 你觉得没有机会吗 大国钢也是连续拉涨停板 没错吧 这个都重复的东西啊 然后量先过高 我跟你讲 还是会有机会过高的 如果你知道会过高 那震荡前几天震荡 你不是应该开心吗 对不对 同事朋友 操作是有节奏的 涨的时候你就没有 因为涨上去你追 别下来这几天你停损 然后真的要涨了 你没有了 对不对 投资朋友 你这逻辑就要先清楚 看中和是不是趋势 然后我告诉你中钢的这个盘价 会配合政府 配合政府 应该是关股的 他开这个7月盘价是平盘 8月份 业者预估也会平盘或小涨了 那今天不是开出来平盘吗 平盘对不锈钢是大利多 投资朋友 我昨天讲很清楚 你可以去看我昨天的节目 还没有涨完 为什么 中钢报价该涨不涨 这后面 要涨跟国际接轨的话 你刚刚看到铁矿石这样涨的 那投资朋友 那你想想看 台湾的不锈钢业者 这利润有多大 因为内销跟中钢进货成本没有涨 那将来他销销销往外面的一个 一个单价比较高 他的毛利不是增加很多吗 这就是逻辑呀 投资朋友 所以你认为我跟你讲 钢铁股 中美基建 供给需求 我都跟你讲很清楚 所以你真的认为我只是跟你简单讲个原物料 通膨 就没了 所以投资朋友 我跟你讲你逻辑要清楚 有没有7月13号我跟你讲 周四或周五 中钢要开8月盘价 有没有 今天就发生了 我没有跟你预告 我不是跟你讲我们团队有很懂钢铁的人吗 我不是跟你讲你要懂得要买 股性 钢铁股性我们很清楚 洗盘就是会走比较远 结果你看那么短 没冲来冲去 对不对 最后真的跳空 连续喷的时候你就没有股票了 你相信老师 看太多了 好不好 我会员是一群 我不可能带他这样子 上下起手的啦 因为我们长短 逻辑 确定很清楚 我这朋友 昨天加码钢铁股大国钢嘛 对不对 所有钢铁股都加码 叶辉啊 试货就是福啊 在这里买33块附近啊 32.9在这附近啊 今天再买啊 什么讯号买 因为货柜上有锁涨停的嘛 锁涨停你还想要去追其他的 航运股 错 逻辑 你要买钢铁 好不好 这个确定之后我们就知道 买盘会进来 所以我赶快通知会员买 这就是操盘的实力 好不好 会员我们很幸福 钢铁连买两天 而且我觉得我的会员绝对有钱买 因为我们抠讯一开始就有控管都讲好了 绝对有钱买 这个钢铁我都跟你讲他是漫漫的 照保来 股性就是这样 所以你不会做你在看技术面 你就是去追高杀低 很可惜 好不好 大国钢 11点附近通知的 收钢 连买两天 新会员 所以你不是赶快信任赶快参加 可以买我就带你买了嘛 你还在犹豫 下礼拜真的很有可能 你待会看一下周线读 大成钢11点通知的 收最高 来剩余 12号 赖上面 我跟你讲 13斤差的剩余 拉涨停板 我会员有布局在53块多了 大概53块那附近 然后拉涨停板56块 也都蛮有机会就要攻了 结果遇到航运这样下来 跌下来 我13号跌下来重挫 我会员跟你讲剩余 有吧 跌下来我还公开跟你承认我会员套牢 你有看过这样的分析师吗 套牢不怕你笑的分析师你有看过吗 有些人是不是就藏起来不讲了 我赖上面放了我承诺我在周二会讲我就是会讲我就是这种人 我是没有 来我套牢不怕你笑 为什么 因为我打算要买 我是跟你讲 我还有可能要买了 对不对 11点 警惠朋友加码手中的钢铁骨 我这边有昨天就买今天再买 剩余赚钱 我这边有这就是操盘的实力 你想清楚 好不好 我都还可以拿出证据 我不是只划个圈圈 我抠讯都有给你看 所有手中的钢铁骨你想买都可以吗 不是 这个都是证据 然后跌下来不怕你笑 对不对 所以从这边有运墙 运墙 来 我告诉会有没有 虽然这张股票很会洗 但是我有发一个图片给我的会员 会员都有收到 那什么图片我就暂时先保密 不锈钢的产业关系图 运墙是最大受惠的 你看完就明白老师为什么要带你买这档股票 我是朋友 我告诉你股票不要乱吗 中钢内 内销的盘价动涨有助于不锈钢业者的获利 我昨天就跟你预告了 有没有 我更早在六月底就跟你预告 接下钢铁股会涨的不太一样 不锈钢 投资朋友不锈钢 我不跟你讲我们团队有很熟钢铁的人吗 你觉得我是乱讲的吗 所以布局等待给他时间发酵 11点建议可以加码 12点18分补这个讯息给会员之后来你看 运墙怎么走的 快拉涨零板 所以投资朋友你都看线型 破十日线要停损 昨天破月线你就停损了对不对 没错吧 所以我告诉你不要单打独斗 你都觉得我在 我讲的东西没有逻辑吗 投顾一声笑 都不用提供证据说他讲的就真的 对不对 那你看我前面讲这么多我都 从预告布局 抠讯验证追踪 没有一个少的 什么是完成了抠讯会员组别对时对价 有没有 哪一组会员哪个日期买哪个当股票什么价格然后后面时间能不能成交 这是这不是你要参加分析师之前你应该知道的事情吗 对不对 投资朋友 我跟你讲啊 我都有先预告啊 这环球金6月初预告的 没错吧 第一次买环球金803 我要做价差 我也会做价差 你觉得我操作实力如何 所以有些人还会说钢铁为什么不高出一下 不高出一下 下下再借 不是朋友 你逻辑就不对 因为这股票我们设定是走波段也就是走倍数的 我不是进场就设定我要赚他5% 10%的 如果进场的设定是要做短的话 那我做短给你看了 你看我能不能做短 好不好 环球金买第1笔 6月10号出的 股东会员出合金 第1波操作 第2波操作 867买第2笔 6月11号 17号跟你讲我有买回来第2笔 来18号出场 抠讯这里 19号周报告诉你的 我能不能做价差 要做价差我也会做价差 投资朋友 重点是股票设定就不一样嘛 23号跟你讲我买回来 没错吧 来证据 6月23号 穿价证据 然后当天收个创新高 29号卖掉 你觉得老师不会做价差的人吗 我不会做价差吗 我当然会做价差 都是朋友 设定不一样嘛 因为就是 钢铁已经表态新主流了嘛 我知道他从主身段我有机会让会员赚多一点 我为什么不让会员赚多一点 如果会员出掉 那万一一个利多消息他跳空涨停板 我买不回来 我让他叫会员去追更高 不太对啊 因为这操作设定我们本来就觉得他是有空间的 所以你有没有清楚老师的逻辑 我没当股票做法不是都像环球金这样的 没办法这样带会员啦 你上班 你看他老师抠去你要紧张兮兮的吗 马上怕老师是不是要马上买股票马上要买股票 你做股票做到那么累吗 我是朋友 所以你要明白老师老师都有讲 你去看老师的亨达官网好不好 好不好 来 老师的简介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好不好老师在股市都已经16年了 给会员的服务来我抠讯有长有短 不是这老师的这个操作的一个方式里面啊长短搭配我都写很清楚啊 所以投资朋友 股票不是 你想的都每个做法都一样 好不好要短我也可以短啊 来 跟上我们操作计划我跟你预告 这我们都还是会做的 因为他股性就是这样子 来 7月12号 我们换高价会没有去买 买完隔天 所以投资朋友电子三节钢铁股我们适度配置 好不好 那有些股票动的比较慢的 比如说像miniLD miniLD 动比较慢 我会跟大家讲跌的 魏特很有机会让他目前横盘啊 来富财 跌啊 台表科 这边消化一下卖压嘛 还算强势 这都是没有我们要去做这个族群 我跟你讲一个很很重要的因素 富财的财报要公告了 我认为他很有机会亏转赢应该是几乎是很肯定的 他亏转赢如果他动的话其他那三档股票 那两档股票会怎么样 我们看法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我觉得可以佈取 需要点时间 但是你不用花太多钱在上面 暂时不用那买了我们就先等这个讯息 亏转赢的讯息 那如果富财指标股动的话那你不要小看刚刚讲那两档股票 所以有些股票你是需要稍微等一下的 所以我没有要大家 全部重压 好不好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看好是这样 适度的配置 那有些股票我认为现在不一定是买点 有会员问到像半导体的部分 有些半导体我认为现在不是买点 好不好 来 好的买点你早点参加就有了 因为有些已经过去了 紧缩 当初预告那五档的时候不在5月25号吗 这里 这里是有都会有一些切入的机会 翁杰克 有没有我们会员哪边买的我自己有给口讯过了6月7号 这里加码 有些股票涨上去现在没有好的买点 投资朋友 所以投资朋友 我跟你讲有些股票 我们想买但是 我认为价格不适合 所以有震荡跌价格适合我就带你买 像mini 我认为现在价格都适合 你就可以考虑布局一点点 不用说重压 如果你资金真的比较小的你现在可以先锁定钢铁股 因为单价第1个不高 第2个现在发动机率很大 所以 这就是老师的逻辑啊我可以公开跟你讲啊 对不对 投资朋友所以适度的配置 长短搭配 这是老师跟你分享的 然后产业逻辑我都跟你追踪 不会去看坏这些公司 所以这都是有预告的 5月25号然后6月要跟你讲 金顶和磊景硕环球金有吗 所以 我们是有买有卖 会员卖出台胜科才去买金顶 有吗6月10号告诉你的 然后你看都是好股票 6月初整理的投资名单你看 怎么走的 所以老师的投资名单能不能帮你赚钱 我这朋友去想想看 6月1号的公开 金顶跟磊 你去买这些股票到现在 创新高了你能不能赚钱 所以看老师的节目有没有帮助 要踊跃帮我推荐影片 好不好 现在667而已啊 我今天想要破千啊 拜托啦 好不好 想不想唱歌 想不想听恐怖 帮忙推荐 老师当然有赔钱的股票啊 我有停損我有交代过啊 投资朋友 当然会有错的时候嘛 来 金顶 紧缩 汉雷 这五档股票啊 错的时候来你要讲错的来 AI会员可以见证 来3227的原相 你看股票好做吗 之前有信号我们有买啊 买哪一天我稍微有点忘记了 后来我们有去换股 我有点忘记买在什么时候 我记得买在 哪个价格我有点忘记了 2020几吧 忘记了 反正忘记了 原相 这是好股票啊 亏一点价差3%左右吧 我记得大概亏个 7块钱吧 差不多吧 换股啊 换股做别的 AI会员啊都可以帮老师见证啊 不会没有赔钱的交易 一定会有赔钱的交易啦 我是朋友 以前赔钱的我都有讲过公开讲过啊 好不好 老师是人不是神啊 好不好来 但是我敢预告 我敢带你买卖 你是哪家哪一组会员你买的 我讲coaching的股票你一定赚得到 好不好因为老师 不会去分什么特别一又特别二的 普通一普通二普通三不会 老师会员服务项目就这样 就两组 机优跟高价 以后AI只有针对机优跟高价 加买讯息 所以AI我们不对外销售了 好不好 就控制五档 五档买满了 如果你是机优跟高价 你想要买更多股票 你资金比较多的 我们AI会针对我们系统一些强势股 我们认为适合买的 投资名单里面适合买的 我们就会call 好不好投资朋友这是老师 服务方式的我不会想要去一直开心的去收新会员 这个是很不道德的事情没有那么多股票好买 我宁愿精简一点把好一点 好一点精实的股票先给普通跟特别去做了 钱多一点如果我们觉得还有其他股票可以买 五档买满了我们透过加购AI讯息去买 这是老师想到可以对会员比较好的方式 新会员参加如果普通跟高价的五档买满了 新会员等不到讯息的话 我们一开始新会员我们会给你AI讯息 让你衔接操作 所以投资朋友老师 对会员的服务好不好 你自己想想看 还会准备投资组合 二次还会系统选股 你的老师会给你投资名单吗 他只给你callshin吧 所以投资朋友你自己想想看 那我们还有LINE的服务 所以如果你认同理念的来 跟上老师操作 邀请你加入老师会员 我们推荐股票只有针对付费会员 来节目的话 看节目不要跟当我都讲很清楚 所以不需要你来抬轿 自然会有人来抬轿 因为我们做的是趋势股 好不好 所以投资朋友 我节目老师是分析师 我就必须跟你分析一个方向 我要跟你预告我看好的产业 那能不能赚钱是你的本事 所以如果你要自己操作的话 盈亏自负 好不好老师都是讲在前面的 来 投资名单对你有没有帮助 这五月底的投资名单 当时 整个钢铁股就先准备给会员了 有没有 资源新唐 6月底跟你分享 一个月后给你验证这些股票 来 金鼎和雷锦 环球金是不是当时5月25号那五档 都是同个名单的股票 所以 6月底告诉你 资源新唐你有机会赚钱 选股实力如何你都可以见证 好不好 张元 整理之后都有20块以下可以买 这里告诉会员朋友 张元20块以下可以买 停损设16.5 所以投资票你不要马老师去跟 很多在卖订阅的一个月卖你几百块那种的 那种几百块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给你价格啊 给你股票你自己做 盘中应对你不会啊 他不会带进带出的 所以投资票 完全不同的商品 不要去做同样的比较 来 这都是可以买得到的 然后会员还有会员的赖 会员赖自己买2030的张元的6月4号 你都可以去看我这图放很久了啦 然后我们就给他 停立价啦 移动停立价啦 所以投资票 这位会员跟老师一段时间了 会期还有两年为什么要跟老师续约 因为他跟老师不断的学习跟成长 惯性改编一二三的课程 学过了都知道如何看懂波段 投资朋友为什么会员会续约 你参加分析师就想要跟会员跟老师续约的吗 很多老师都是做一次生意而已 但是老师是给会员什么样的服务 你可以去看一下 投顾同业 你去比较一下 好不好 所以投资朋友我讲那么多了 来 重要的直播限定来的 参加一年级会员我们会开放一个老师的会 会的一个群组 因为这个群组 我给你讲 我们只有给高家以上会 今天别特别 来 特别开放10位名额就10位 你参加一年级的会员 就算是普通会员来老师开放会员群组给你 就10位 好不好 有兴趣的可以打电话进来26538299 26538299 在上面询问说你要这个直播限定 或者是透过填表 但是名额可能很快就满 好不好 投资朋友 今天直播限定你好好把握 多一个顾问来给你一个服务 想清楚 老师给你的东西有没有帮助 跟其他老师的比较是如何 老师的公开操作透不透明 控制持股档数 会员都在线上 都可以帮老师见证 好不好 投资朋友这些服务会员都可以见证 所以投资朋友 来直播限定 包含会员续约都算 10位 10位 普通会员续约的 来一年期的 开放会员群组 好不好 所以有兴趣的直接来电26538299 或直接在上面询问 留下电话说你要直播限定 好那就今天 好不好投资朋友那请你好好做把握了 那我们8月1号开始会全面调涨价格 我已经预告一段时间了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服务是需要能力的 会员越来越多 所以投资朋友 这个都会需要能力 所以我们会做调涨价格 所以你可以好好把握这个月 跟上大行情 钢铁股大行情 来 6月初就跟你讲 钢铁股有主身段实力 我先跟你预告我会员有开始买 有没有 6月底是不是喷的那一段 喷的这一段 然后我告诉你 是早买点吗 量缩吗 是不是量缩 明年的周五楼 明年最后一天来你看这周的量会不会缩 他过去惯性怎么样 是不是涨上来之后来量缩两周 量缩两周 然后之后会怎么样 这高点过的话那就真的主身段了 那你从这这这这一段 对称上去 那你觉得钢铁股老师刚跟你讲那些题材 有没有机会 所以我是设定 主身段 好不好 钢铁股主身段惯性 我跟你讲惯性 量缩 多头的逻辑 明天礼拜五最后一天 有震荡的话你要不要去买 来不要大行情商赚小钱 如果你认同理念就跟上操作 哪些不锈钢有机会 你想买的 怎么搭配价位怎么设定 老师的投资名单都会更新价位 你随时进来就参考那些价位去做进场 搭配老师盘动的讯息 不要去追高杀地 好不好 投资朋友想清楚直播限定 好好把握 好把握 来 所以投资朋友 来 最后跟你讲这个逻辑 新闻解读 很多人看到这个BDI想谈就认为要去追航运 7月8号跟你讲 这个是铁矿石需求 为什么需求这么大 中美基建吗 昨天告诉你徐旭东的这个股东会 提到散装航运会很好 散装航运就是在原物料的 所以为什么需求会好 涨价有两种 一个是成本推动 一个是需求拉动 需求拉动会走很久 所以从这边你想清楚 有没有这个机会 明天你要不要上车 然后要不要跟上老师操作 跟上老师操作能够帮助你赚更多 不要被洗掉 不要去追高杀地 你觉得值不值得 然后现在开放有会员的LINE 你有股票问题 可以来问老师 好不好 你想清楚 就十位名 有兴趣的话跟上操作啦 好不好 来投资朋友 菜帽章鱼 已经斩除了 老师一开始跟你讲了 不是菜包跟章鱼喔 是菜帽跟章鱼 什么梗 你都知道 你是老会员都知道 观众都知道 所以 融资于而高啦 当中比重高 不要单打独斗啦 好不好 你真的想清楚 盘中这种震荡 你没有老师的讯息 你不会觉得 有老师的讯息 你不会觉得比较安心吗 这股票到现在 你买卖点 你会很清楚啊 是不是要加码 你会很清楚啊 现在还开放 这个LINE给你 一年起的 这10位 因为我们在人力上 我没办法全面开放 所以 好好做把握 好不好 不要做当充 我讲很久了 好不好 所以投资朋友 你真的想清楚 认同理念的 就跟上操作 保密不要卸军机 控管不要做杠杆 资金充裕的跟上操作 如果你还要用融资杠杆的话 我觉得 做这压力这么大 就不适合 老师也不能收你 好不好 那赚主才要凯旋 钢铁我设定是主身段 好不好 所以投资朋友 你想清楚了 我讲这么多 对不对 你还能不爱我吗 对不对 今天钢铁股大涨的人 还不爱 不爱我吗 对不对 冲国释放资金 你要想清楚 这钱是宽松的 好不好 投资朋友 放置行李了 准备起飞了 有没有想要听 飞往福冈登机门 有没有 想要现在老师有点累了 然后来 我放了 精彩影片给你们听一下 给你们回味一下 那我喝个水 好不好 来 疫情没办法出国吗 这边呢 投资朋友 疫情的关系 我想大家都 没有出国吗 是不是闷坏了 是不是闷坏了 来 那让我们来 让大家 重温一下出国的感觉 好不好 大陈 中华航空公司 116 班机网 福冈旅客 请邮 A8号门 登机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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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怀念吧 对不对 飞往哪里 福冈啦 是货就是福啊 投资朋友 福冈啦 你懂不懂老师的梗啊 有没有 机场广播啦 A8号 会发啦 要不要发财 跟上钢铁股的主身段操作好不好 士林老师大手头 给你够着着 好不好 帮你挡风雨 有没有 周四 我帮你挡风雨 周五 你有没有信心去买钢铁股 有没有 有没有抱住 有抱住的话 投资没有 来 大国航空要先出发了 好不好 其他班机 特别注意 跑道上排队都要 随时要起飞了啦 好不好 都有机会买啦 很多人都还没有发现啦 好不好 你想买的话 赶快把握直播限定 来回到现场 很多人真的没发现 你去看台面上的分析师 很少人跟你讲钢铁的 因为很多人不懂钢铁 来 再来线上投资朋友 很多人说是要放到年底吗 投资朋友 我再讲一次 我没有跟你设定我要放多久 要操作 要会操作 如果主身段他确定启动到一段 什么时候要卖 要不要先卖一趟 行情是会变动的 要调整的 所以不是说看节目你买了抱着就没事 会变动的 好不好 所以 如果你看老师节目这段时间 钢铁股有赚钱的 我想会费不是问题 那你去想清楚 你现在只是要为了要赚现在的钢铁钱吗 那你投资度是一辈子的事情 对不对 老师后面的投资名单没办法帮助你吗 老师后面的一个盘中的讯息没办法帮助你 你想的不是眼前这个钢铁的钱 你要想的是很后面的 能不能长长久久有个专业的顾问帮助你 一起这样下去一起这样走下去 所以为什么会员会跟我续约 当然就是一起成长嘛 老师朋友股市这么险恶你看到报纸新闻 都在出货的 我怎么帮你解读的 那你还要单打独斗吗 对不对 所以投资朋友我讲这么多你还能不爱我吗 有没有钢铁股不赚翻了吗 都有赚钱布局都有赚钱 如果你是更早看我节目的 5月底6月份看我节目布局钢铁的 叶辉都六成 对不对 投资朋友想清楚 好不好 那如果 爱我的话要加期限要加多久 来来来 知道梗了赶快留言 你还能不爱我吗 来不爱我吗 对不对 我讲那么多你还能不爱我吗 如果你爱我的话 好不好 那非要在这份爱上面加上期限是多久 来董老师幽默的赶快打多久 要爱我多久快点 看有没有人先打对 有没有 多久 爱我多久 想不想唱歌 爱你一万年啊 心里有没有属于我的 有没有 有没有属于季林老师的 有没有属于 在我心中 在没有谁 代替你的地位 我爱你 对你 付出的你 不会漂浮无疑 你要为我再想一想 我决定爱你一万年 有没有 有吗 爱你一万年有没有 钢铁男子的意志啦 钢铁男子的意志啦 路途还很遥远啦 还没走完 赚到感动都无所谓 对好不好 老师喉咙酸了啦 好 所以从这边想到这里啦 时间也差不多啦 好 我跟你讲 500都是会报标谷的啦 生命之中曾经在 战胜自己 周五大碟 我们战胜自己 有吧 有没有 老师 主页都在放这首歌 有没有很high啊 有没有 钢铁男子 老师主页都有 你想听都可以去听 好不好 来 行情在跌 明天要不要战胜自己 你想清楚 好不好 老师昨天怎么跟你讲的 你看看六月份的钢铁 是怎么飙出去的 是不是在中钢盘价公告之后 没多久就开始喷了 那今天中钢盘价公告啦 周线啊 震荡两周量缩啊 惯性啊 你认为下个礼拜 有没有机会 上升趋势线里 很多都很会话啊 所以把握这个直播限定 就十位名额 一年起的普通会员 我们也开放 会员群组给你 就十名 包含这个会员的续约 好不好 那八月份就要涨价了 好不好 投资朋友 你真的想清楚 不要当打独斗 不要当菜帽章鱼 不是菜包跟章鱼 菜帽跟章鱼 好不好 是必这样看一下 曹操把这两个杀头之后 那吃一吃战不就 孙流联盟就赢了不是吗 不要做当冲 好不好 钢铁股的股价都不是很高端价的 你抱着让你赚个 三成五成一倍 好好帮自己赚一笔 不要这么短视尽力 认同理念跟上操作 把握直播限定 好不好 投资朋友 还要宽松 中国释放这个资金出来 中国跟美国这样的状况 就是经济状况 还没有到那么好 没有到那么好 那你也不要去想后面 升息什么 你就追踪follow我嘛 有问题我就带你走了嘛 你还要看节目省钱吗 想清楚 来 放置行李准备起飞了 座位还有 登机证赶快补办一下好不好 来飞往福岗福气的福 A8号登机门 不要走错登机门 A8号 A8号在这里 试人 试货 就是福 钢铁是不是试货 来 老师是不是 对的人 讲清楚 有没有盘感 航运的转折 我们跟你讲7月15号 然后融资停损算给你看 停损了 我昨天带会人去买 今天 航运锁涨停 11点锁涨停 钱不知道买什么 我知道会往钢铁走 我带会员买 这是不是盘感 投资朋友来 给你会员的群组 老师的会员群组 是不是加倍服务 你自己想清楚 好不好投资朋友 下个月就要涨价了 所以认同理念的跟上操作了 好不好来 所以投资朋友邀请你可以加入我们LINE ID 小老鼠圆圈TEC 扫描这个标签 我们报价都是固定的 不会给你乱喊价 就是固定的 那下个月要涨就是要涨 好不好 所以小老鼠圆圈TEC 扫描标签 然后你也可以透过 影片下方填表 来电询问26538299 26538299 都可以 所以请投资朋友好好把握 直播限定这10位名额 直播限定这10位名额 那明天 震荡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买我还是会带你上车 跟上老师的节奏 有问题该走我会带你走 好不好 不用担心我们有买有卖的 那设定我认为这组身段还没开始 你要赶快卡位 两周的时间震荡 惯性 亮缩 你自己看有没有机会 上升趋势线 你自己看看有没有机会 然后我跟你讲的产业那些 铁矿石 铁矿砂 碳中和 中美基建 你自己想想看 还有要跟美国谈这个关税的 你自己想想看 好不好 然后中钢盘价没有涨 不锈钢的毛利是不是会更好 要不要做 我们13金山名单就准备好了 好不好 离这个支撑价 钢拉上也没有太多 你要上车明天我觉得还是机会 尤其国际盘在震荡 好不好 其实国际盘在收敛了啦 那台子奇跌 也可能去反映 可能台积的法说嘛 那跌电子传长搞不好明天不错 所以你不要看指数 好不好 我希望你逻辑要清楚 好不好 那我老师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诚信 钢铁的一个 我都分析这么清楚了 老师有没有这个诚信 有没有这个盘感 都可以跟你预告转折 6月24号 转折会过万八 震荡 整理 我要跟你讲震荡找买点 所以震荡是不是找买点 震荡是找买点 震荡是找买点 过高了 盘感有没有问题 转折有没有问题 控管有没有问题 服务有没有问题 讲清楚 好不好 10位 开放会员群组 10位 然后8月1号涨价 终止粉丝好好把握了 好不好 不要真的就飞出去了 就后悔了 跟6月份6月初5月底 那批没有参加的 一样后悔 那最近进来的买的点也都不错了 投资朋友 真的想清楚了 好不好 加入来桌询问 或者是透过影片下方填表了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进到这里 那待会因为音乐结束之后来 这个线上的一个好朋友要留下 打招呼的都ok 时间也稍微晚一点点了 好不好 那在这里 特别谢谢投资朋友的参与 那我们在这个周六晚上的直播 再跟大家见面 那音乐结束之后 我们再跟大家打招呼 好非常谢谢各位 谢谢